雷達回播了 雷達回播上面呈現出來的 就是目前 在新竹的山區的部分有雲層 南投的山區有 另外就在阿里山地區 還有包含台南這邊 也有一些雲帶發展 以及花蓮這裡 這些是對流雲層的發展 到了在時間晚一點點的時候 這些對流雲層的強度 逐漸的減弱之後 雲層就會逐漸的消散 雨的部分 大約在1個小時到2個小時左右 這些雨也就會逐漸的停下來了 不過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北方有一套系統將要逐漸的南下 而這套系統會影響的 就在北部地區 明天又是週休假期 我們就先來看看 週休假期跟下個禮拜的 整個天氣變化 我把未來一週分成了4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在明天的時候 你往北走跟東北部走 也就是包含了宜蘭 基隆 台北 桃園 會有些短暫雨出現 因為最主要就在於封面雲帶 在今天深夜的時候 雲層就會逐漸的通過台灣的上空了 而在明天出去遊玩 到了中部跟南部來說 依然是天氣晴朗 中午的高溫 在中部以南有到達35度的高溫 但北部的高溫 沒有今天35 6度 大概只有在32到33度 溫度已經開始略微的下降了 到了星期天 星期一的時候 東北季風更強 北部地區的高溫 大約只有在30度上下 南部地區的高溫也會略降在33度 所以溫度的感受上來說 在白天的溫度都降了2到3度左右 那夜晚的溫度 有沒有看到 夜晚的中部以北的低溫 就降到24度了 感受起來早晚有一點點的涼意了 怕冷的朋友 騎車就要背一件薄的外套 禮拜天 禮拜一 天氣狀況 隨著東北季風帶進來乾燥的空氣 所以天氣也就開始逐漸的轉勤了 而到了週二跟週三 中午又要開始熱了 又回到了33度以上的高溫 熱的天氣兩天的時間 在週二到週三 但是到了星期四星期五的時候 另外一道封面又要再度接近 往北走 往東北角走 又有短暫陣雨 週四大概週五左右 中午左右封面就要接近了 所以下個禮拜來說的話 就在我們明天一套封面系統通過 另外一套系統就會在下週四的時候 影響到我們台灣 北部地區會轉失良的天氣 但中南部的旅遊來說 仍然是天氣晴了 我們就來看到這張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微弱的封面帶 已經到達了我們台灣北部的海面 在今天晚上 這道封面逐漸的東移之下 北方的高壓系統 也已經開始逐漸的南下了 冷空氣的強度 從西北地區開始逐漸的下來 冷空氣預估明天的早上 開始逐漸的吹進我們台灣的上空 最主要的影響 還是以新竹以北會有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明天往北走的朋友會發現到 風向開始改變了 轉良一些些了 但是你過了這新竹 約在苗栗以南一直到南部地區 仍然是中午溫度偏高 因為東北風吹不過苗栗的火岩山 而到了中南部 依然是中午高溫在34 35度 可是你明天下午在山區的話 就要特別注意可能會有一些散發出現了 北方的冷高壓的強度來說 在禮拜天的時候增強幅度 會更為明顯 所以週日我還要提醒另外一件事情 就北部海面 還有排環海峽的西北方 以及到達了台灣東北方海面 風浪的部分在週日的時候 會從小浪逐漸的變中浪 而且到了週日下午以後 會變為局部性的大浪 所以海上作業 海邊活動 在禮拜天到禮拜一的時候 就要特別的注意了 地面圖上我們也可以注意到 封面雲帶已經逐漸的通過了 台灣的北部海面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北方的冷高壓系統 強度雖然偏弱 但帶下來的冷空氣 預估在明天的時候就會進來 但是另外一個冷高壓系統 預估是在週日的時候在南下 所以這個高壓系統的強度 會比今天晚上要進入 上海的高壓強度 再更增強一些 也就是說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東北風的強度會感受上來說 會讓你感覺真的有秋涼的感覺 往北走 溫度涼 往中南部走沒有太大影響 兩天的時間到週一 週二以後 東北風的強度 隨著高壓東移進入東海 風場變東風 接著到了下週四的時候 另外一道封面又要再度接近了 你有沒有感覺到 現在的系統逐漸的接近之下 我們的溫度就開始逐漸的 有下滑的趨勢了 晚上的溫度舒適 白天的高溫在北部地區33度 雲層亮多 有些零星的短暫雨 只有局部的短暫雨出現 而到了中部地區要注意的是 南投 雲林 山區的部分 會有Sappaco出現 而到了南部地區中午熱 戶外活動陽光牆 還是要特別注意到防晒 而在高屏的山區會有5號陣雨 東半部地區宜蘭 東北角 是零星的陣雨狀況 花蓮 台東 以南 山區部分是5號陣雨 而到了外島地區的金門有點雨 馬祖天氣好轉 但溫度下降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週六有點短暫雨 禮拜天雨就少了 禮拜一天到禮拜一的時候 溫度是偏涼的 週二溫度深 週三的時候有5號陣雨 禮拜四另外一道封面系統 再度接近 而外島地區的溫度在 明後兩天感受起來 會略微的比較偏涼一些 所以要提醒您 週休假期出遊去 往北走的話 明天的話倒是早晚會有些涼意 騎車的朋友要注意 另外山區部分常常會有些濃霧 山區行車或爬山的朋友 你就要特別的小心囉